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到消费者行为学 在之前的课程当中呢 我们重点探讨了认知性决策 也就是基于深思熟虑 在理性的情况下 按照特定的步骤做出的决策 不过呀 在现实的生活中 我们的消费者并不总是那么理性 他们在做出决策的时候呢 往往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决策偏误 从而呢 无法达到最优的一个决策 那么这样一种现象呢 在心理学和经济学当中 被称为有限理性 那么我们先来思考 录下的一个例子 假设呢 你正在沙滩上 享受难得的假期 这时候呀 你突然心血来潮 想喝一杯百威啤酒 你的小伙伴呢 非常善解人意 他提出啊 要帮你去买啤酒 过了一会儿 你接到了他的电话 他告诉你找到了卖啤酒的地方 不过呀 这个啤酒的价格有点高 所以呢 他要问一下你 要不要买这杯啤酒 为什么说消费者 会做出非理性的决策呢 这是因为啊 作为消费者 你要不要购买这样一杯啤酒 很可能取决于 你的朋友正在哪里 为你打这一通电话 你可能问你的朋友 你在哪呢 如果他告诉你 他正在一家奢华的度假村中 你可能就会选择购买这杯啤酒 如果他说呀 他找到的只是一个路边的餐车 你可能就选择放弃购买了 因为你觉得不值 事实上呀 无论是在奢华的度假村 还是路边的餐车当中 他们出售的这样一杯啤酒 在质量上都没有任何的差异 不过呢 你还是受到了这样一些 与产品本身无关的一些信息的干扰 做出了一个决策的一个偏物 那其实呢 消费者会发生非常多 不同类型的决策偏物 接下来呢 我们分别进行介绍 首先介绍第一个现象 心理账户 心理账户这样一个概念 同学们应该都很熟悉吧 消费者呢 会根据商品的类别 将商品放入不同的心理账户当中 并且呢 还会设置相应的预算 从大类上来看呀 包括功能性商品 享乐性商品 两个心理账户 我们在超市购物当中的支出呢 会被放入功能性商品的心理账户当中 而我们观看演出的支出 会被放入享乐性商品的心理账户当中 其实呢 这样一种心理账户的划分啊 也会对消费者的决策 产生特别重要的影响 让我们来思考这样一个场景 假设说呢 你是林优家的粉丝 你打算拿出一千块钱 来购买一张他的演唱会的门票 让我们来设想 游下的两种不同的场景 在第一个场景当中呢 其实你已经花了一千元 购买了这张门票 不过呢 当你来到演唱会的现场之后啊 你发现自己不小心 把这张门票弄丢了 所以说呢 如果要再买一张票 你要拿出额外的一千元来 这时候呢 你就要做一个决策了 你究竟要不要再重新购买这张票呢 如果你是林优家的铁杆粉丝 你可能会选择继续支持自己的偶像 不过呢 如果你只是他的一个普通的听友 你可能就觉得说 我不要这么做了 因为这意味着 我在这样一个商品的上 花了两倍的钱 让我们再思考一下 另外一个场景啊 假设说呢 你打算去看这样一场演唱会 并且打算拿一千元来购买演唱会的门票 不过啊 你打算到现场去购票 到了演唱会的现场 你发现自己钱包丢了 丢了一千块钱 这时候你会不会再拿出另外的一千块钱 去购买演唱会的门票呢 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啊 在两种情况下 尽管你的损失价值都是一千元 但是呢 这两种不同的损失 却被记入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心理账户当中 如果你只是丢了一千块钱 你不太可能把它记入 享乐型商品的心理账户当中 相应的 你去购买演唱会门票这样一个决策 也就不太可能受到影响了 第二类决策的偏误呢 是损失厌恶 损失厌恶指的是呀 面对同样数额的损失和收益 损失带给人们的痛苦呢 要远远的大于收益带给人们的快乐 我们明知道这样做不科学 但是呢 我们却难以避免这一倾向 损失厌恶啊 其实在市场营销当中啊 有非常广泛的应用 比方说 在广告中啊 商家除了列出当前商品的一个 当前价格之外 他们呢 往往还会列出商品的原价 有时候呢 甚至是一个虚假的原价 搭配上 不要错过我们的促销 这样的广告词 消费者呢 我们很难抵挡住这样一种诱惑 有时候呀 损失厌恶与心理账户 也会共同对消费者的决策 产生影响 让我们来思考这样一个场景 假设说呢 你有一辆爱车 但是呢 不小心发生一次交通事故 车辆的损毁比较严重 这意味着 如果你要修好它 需要花一大笔钱 这时候呢 你就要做出一个选择 究竟是花一大笔钱 去修好你的旧车 还是索性购买一辆新车呢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怎么做呢 根据统计结果来看呀 绝大多数人会选择 购买一辆新车 哪怕重新购买一辆新车 要花更多的钱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啊 心理账户在发挥作用 我们为旧车和新车呀 其实是设置了两个 既然不同的心理账户的 而我们维修旧车 所产生的花销呢 会进入到旧车 所在的一个心理账户当中 由于我们的预算是有限的 现在呀 花一大笔钱来维修旧车 很可能会超过 这样一个心理账户 它的一个预算 不过呀 我们在新车 这样一个心理账户当中的预算 可是完全没有被动过 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 更容易接受花钱 去购买一辆新车 而不是维修旧车的原因 而这其中呀 其实损失厌恶也在发挥作用 损失厌恶指的是呀 消费者往往不愿意去 面对一种损失 其实呢 在现实生活中 当我们面对同样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可以对这样一个事情 进行不同的解读 或者呢 把它解读成一个收益 或者把它解读成一件损失 对于我们来说啊 车撞坏了 需要修或者购买新车 其实是一个损失 不过呢 有的人可能会对自己 进行一个心理安慰 他会对自己说 其实这也给了我一个 非常好的机会 我终于呀 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 去购买一款 符合我气质的新车了 如果他把这样一件事情 解读成了一个收益的话 他也就更容易做出 购买新车这样一种举动了 沉默成本效应指的是呀 如果我们已经在一个商品上 花过钱 那么我们就很不愿意 去浪费掉它 让我们再思考一个 于看演唱会相关的例子 假设说呢 你有一张演唱会的门票 但是呢 在你出发去看演唱会之前呢 你突然发现 外面下起了倾盆大雨 这时候呢 如果你坚持去看这一场演唱会 你可能会被灵透 甚至生一场大病 接下来呢 可能要住医院 甚至要请病假等等 所以说呢 不太划算 这种情况下 你要不要坚持出门 去看这样一场演唱会呢 其实你可能这样一个决策 受到一个额外的 一个无关信息的一个影响 那就是 你有没有在这一张演唱会的 门票上花过钱 假设说呢 这张门票是你自己花钱购买的 你可能会考虑一下 然后咬咬牙 选择去看演唱会了 但是呢 如果这张演唱会的门票 是你的朋友送给你的 你可能就会觉得 OK算了 我还是不出去受这个罪了 事实上呀 我们在这样一个演唱会 门票上花的钱 是一种沉默成本 而理性的消费者呢 不应当受到这样一种 沉默成本的影响 作为理性的消费者 在这个时候 做出要不要去看演唱会的门票 其实呢 要重新做一个成本收益分析 这里的成本呢 是你要去看这一场演唱会 可能发生的额外成本 比方说你会生病 产生各种时间和经济上的成本 而这里的收益呢 是你观看这一场演唱会 带来的精神上的愉悦 如果观看这场演唱会 给你带来的愉悦 是远远大于它的一个成本的 那么呢 你就应该选择去观看演唱会 在这里啊 你不应当受到沉默成本的影响 默认选项效应指的是呀 人们在很大情况下会选择默认选项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啊 在人体器官的捐赠当中呀 其实很多国家都存在一个 供给严重不足的问题 而这呢 也是一项特别难解决的社会问题 催生了一系列的犯罪 比方说呢 有人为了在黑市场进行一个器官的买卖 他们呢 甚至会贩卖和杀害无辜的人口 这呀 真的是一个特别难解决的社会问题 你能不能提出一些好的解决方案呢 事实上呀 有一群非常聪明的人 他们是一群心理学家 他们知道呀 消费者或者人们在做出决策的时候呀 往往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决策偏误 我们知道在很多国家呀 社会的公众都会填写一个器官捐赠书 在这样一个器官捐赠书当中呀 他们都会声明 一旦自己发生意外之后 愿不愿意去捐献自己的器官 在这样一个器官捐赠书当中呀 其实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不捐赠 一个是捐赠 那么在大多数的国家当中呢 默认的选项都被设置为了不捐赠 那心理学家就提议呀 其实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个器官捐赠书当中 把这样一个默认的选项 由不捐赠改为捐赠 一方面呢 消费者或者说人们还是有自己做出 主观能动性的选择的权利 他们仍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选择 要不要捐赠器官 但是呢 这样一个小小的改动 却因为人们倾向于选择默认选项 而大大的提高了 人们选择捐赠器官的这样一种概率 在市场营销当中呀 其实这样的一个小策略 也特别广泛的被营销者所采用 作为一个营销者 如果你特别想推广自己的一款产品 或者一个选项 那么你要做的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它设置为一个默认的选项 就可以了 消费者在做出决策的时候呀 其实还很容易受到一些 人为设置的一些外部参照物的影响 让我们再回忆一下自己外出就餐时的一个经历 那你是否发现过 几乎每一家餐馆啊 它的菜单上都会有几道特别昂贵的菜 你可能会很纳闷 究竟是谁来做这样一个冤大头 去点这样一些华而不识的菜品呢 可能你没有意识到的是呀 这样的一些菜品在菜单上 更多的是充当一个参照物的一个作用 有了他们做参照呀 其他所有的菜品都会显得物超所知 那么整个餐厅的点菜量也就会大幅上升了 我们在选购各种服务套餐的时候呢 其实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 如果我们设置了一个价格昂贵的顶配套餐 让他来做这样的一个参照物 那么其他的套餐呢 都会显得特别的划算 接下来呢 我们讨论一下丙付效应 丙付效应指的是呀 如果消费者他拥有一个物品或者一个资产 那么消费者对于这样一个物品或资产的价值评估 会远高于他不拥有这样一个物品或者资产的时候 让我们来看一下图上的这样一个例子 图上呢其实有一把特别普通的伞 如果你问一个人你愿意花多少钱来购买这把伞 他可能说我最多愿意花五块 不过呢假如说这把伞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人的 然后你问他说 我想购买你的这把伞 我需要出多少钱呢 他可能会开出一个远高于五元的报价 这就是丙付效应 那其实呢丙付效应在日常的生活中非常非常的常见 而且内在的机制呢 也跟之前我们讨论过的一个损失厌恶密切相关 如果你觉得我刚才给出的例子不够科学的话 那我再给你介绍一个经典实验的一个案例 这样一个经典的实验呢 其实是在一所高校当中去完成的 一共有来自三个不同班级的同学参与了这样一个实验 任科老师呢 向班级A的每一位同学发放了一个马克杯作为小礼物 班级B的同学呢 获得的礼物是一个巧克力棒 班级C的同学呢 则一开始没有获得任何的礼物 接下来呢 老师告诉同学们 其实他们都可以自由地做出一个选择 也就是说每一个同学呢 都可以在马克杯和巧克力棒当中选择其中的任何一个 来作为自己的一个小礼物 对于班级A和班级B的同学来说呢 如果他们更喜欢另外一款礼物 那么他们可以把之前获得的礼物呢 拿出来交换 班级C的同学呢 则可以在两件礼物之间呀 进行一个自由的选择 好 我们猜测一下实验的结果 班级A的同学当中有多少人会选择 拿出自己之前获得的马克杯 来交换一个巧克力棒呢 结果是这样的 其中呢 只有大约10%的同学这么做了 班级B的同学当中 有多少人选择把之前获得的巧克力棒 换成马克杯呢 结果也非常的类似 只有10%的同学这么做 诶 你可能感到很疑惑 难道说这两个班级的同学呀 对于这两个物品的偏好 存在非常大的差异吗 其实呀 并不是这样 因为呀 在班级C当中 同学们选择两件物品的比例 非常的接近 这个实验的结果说明呀 一个商品呀 哪怕只是短短的 在人们的手中经受一下 人们呢 也会对这样一个商品 去给出更高的一个价值的评估 对这样的商品呢 也会有更大的一个偏好 接下来呢 我再介绍一个 非常相关的实验的结果 在这样一个实验当中呢 任可老师 掌握了两个班级的同学 来参与实验 对于其中一个班级的同学呢 他免费发放了马克杯 接下来呢 他问同学们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有人想从你的手中 来购买这个马克杯的话 他最少应当出多少钱 那从军值上来看呀 同学们给出的最低要价呀 大概是4.5元 在另外一个班级当中呢 老师也把马克杯 带到了课长的现场 但是呢他没有把马克杯免费的 发放给同学 反而他对同学们说 我带来了很多很好的马克杯 如果你想要的话 可以出钱从我这里买 那么你愿意出多少钱呢 从统计结果上来看呀 同学们愿意出的平均的钱数呢 是2.25元 只有刚才的要价的一半 所以说从这样一个实验当中 我们看出哪怕呀 只上马克杯在人们的手中 把留了短短的一段时间 那同学们对于他的一个价值的评估呢 就会翻了一翻啊 好 同学们 在这一节课当中呢 其实我介绍了很多消费者 在做出决策的时候 经常发生的一些决策的偏误 那么现在呢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自己的一些消费者的一些体验 来回顾一下 自己是否也发生过这样一些决策的偏误呢